国船隐身综合试验平台试航的照片在网上广为流传 咱们的下一代军舰已经指日可待了 大家好,我是石涛 最近网络上开始流传一组清晰度不太高的照片 显示的是之前在辽宁某造船厂出现的 这个隐身综合试验平台这一艘军舰在海上驰骋 那么从外形来看 这一艘军舰确实是非常的干练简洁 但是我们从它的外形依稀能够看出 一点咱们现在这个055大型导弹驱逐舰的样子 那么根据热心网友的分析 这个试验平台它的船长恐怕大约是在110米左右 那么据分析这一艘实验船上恐怕不只装备了 包括海洪骑士以及舰炮在内一系列的武器 可能还装备了与我们055大区同款的 850毫米的垂直发射器的大坑 那么可以进行一系列的武器的测试任务 而这艘实验船它的舰桥外形也是相当的独特 恐怕也有电子设备高度集成的特征 可以说这一艘实验船代表了未来我军主战舰艇 可能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那么从这一艘船上我们也能看出 我们已经在踏踏实实的准备 055的后续的这个舰支的建造了 那么之前在055曝光之前 实际上就在武汉有那么一栋水泥055 这其实就是055的测试平台 那么在这一艘水泥055上 重点测试了05的突破性的 它的这个一体化的这个电子系统 那么这也为055服役之后 快速的形成战斗力 是打下了相当好的基础 但是我们说 毕竟这个水泥船水泥航母 那是在陆地上的 它很难模拟海上的 包括这个海矿 以及一系列的恶劣天气 等等的这种条件 那么在实际的模拟过程中 也难免出现一些偏差 于是大家想到了 可以用我们的一些综合试验件 来进行试验 比如说大家都比较熟悉的 包括毕生等等的 这一系列的这个实验件 但是我们说实验件 更多的其实模拟的是 武器系统的使用 但是对整收船 包括这个水线的这个动力性能 包括一系列这个隐身外形 都很难做到测试 而随着人民解放军的大步卖钱 我们现在已经有充足的 技术实力以及资金 来修建我们的这个实验船 那么通过这些实验船 进行一系列的 比如说类似于缩笔模型 一样的这个检验 来为我们后续的舰艇的建造 打下更好的基础 那么这其实也是解放军借鉴 美国的这个先进的经验 进行的一些新的尝试 那么美国最著名的一艘实验舰 恐怕就是上世纪 90年代曝光的海影 这一艘隐身的实验舰 那么当年海影的出现 和F117一样 是相当惊世骇俗的 甚至有专门的一部 007电影就借用了海影的外形 拓展出了一副这种 简直是摸不到边的幽灵船一样的 这个恐怖的作战舰艇的这个想象 那么实际上海影 也确实为后续 美国相关舰艇隐身研究 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那再后来美军是为包括 朱姆尔特等等一系列的军舰 是建造了缩比模型 也取得了大量的关键数据 那么我们说再好的计算机模拟 再好的陆地的水泥楼的模拟 也没法去实现海上 我们说真刀真枪 开起来之后 风高浪急的这一系列情况 因此我们说 这一艘咱们这个隐身实验平台 它在海上开展的一系列实验 将为我们未来的 我们说未来的这个主力舰 能够收集更全面的信息 那么也让我们对解放军 未来的主力战舰 更是充满了期待 大家对这些话题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朋友们去我交流 感谢您的关注 点赞转发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